這個禮拜重頭戲 中國大陸很忙 也沒時間跟你美國瞎繳禍 來看到大陸外交部宣布 巴西總統魯拉 12到15號要訪問大陸了 他其實在行前推文說 希望能夠加強 巴中之間的貿易關係 然後他也說 要邀請習近平主席訪問巴西 說開啟中巴雙邊關係的新時刻 巴西的專家這麼說 好 最近 拜登不斷的想要跟中國大陸示好嗎 尤其是你看科比他說 拜登等在跟習近平主席 通電話的可能性 也要重新討論 對布林肯 葉倫 雷蒙多 訪問中國大陸的可能性 我們先來聽聽看 中國大陸外交部 針對這兩個相關的國家 訪問行程有什麼說法呢 魯拉總統因病退遲訪華後 雙方一職就有關訪問 事宜保持密切溝通 魯拉總統康復後不久 集帥大型代表團來華進行國事訪問 充分體現了中巴兩國對此訪 和對發展雙邊關係的高度重視 中方願同八方一道 以此訪為契機 推動兩國各領域互利友好合作 提制升級 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團結協作 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 注入更多正能量 當前中美關係遭遇困難 責任不在中方 美方應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損害中國利益 停止一邊聲稱要為中美關係加裝護欄 一邊破壞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正軌 好 中國大陸已經說了 習近平主持真的要跟你見面或通話的話 希望美國要相向而行 好 這一次呢 蔡英文訪問美國 不是訪問 過境美國 然後一路呢 被拜登政府打壓打壓 但是你還是跟Kevin McCarthy 見了面 中國大陸進行了環台軍演2.0 然後擺出這個陣仗 他儘管結束 但是呢 可以說他很接近實戰的一個佈局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怎麼擺的呢 第一個山東艦航母 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東部的這個海域這個地方 那還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等一下請將軍好好分析 另外還有包括他艦載機驅逐艦 相關的作戰半徑在這個地方 還有呢 這個南部的警巡在這個地方 還有包括來看到聯合力艦演習 北部的警巡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那個假裝 有一些模擬的導彈 火箭軍的部分 好 再看下一章的部分 說到美國也是在這個地方 林里茲號航母呢 在這個地方是距離台灣更遠一點點 當然四百海裡 然後山東艦在下面 距離台灣大概是兩百海裡 但他旁邊也有長尊艦跟安陽艦 台灣的拉馬葉艦在這邊 我想問一下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有人說山東艦在這邊 其實作戰的時候 就可以對於美國啦 或者是日本啦 這些持援的方式 有一些希望能夠嚇阻嗎 對 山東艦呢 當然是中國大陸的一個航母 但重大的意義是他站的位置 他在這個位置一擺呢 就擺出來一個姿態 我佔領了一個作戰的戰略高地 那站的這個地方有什麼意義呢 兩個意義 一個是組援打點 一個是圍點打圓 這個東西啊 如果觀眾常常看這個韓戰戰士 跟國共內戰的戰士 他發動攻擊之前 他組員的部隊先到 你像黃維兵團 這個張林浦兵團 都是先把你援兵的位置先躲到 所以山東艦在這個地方 你看他艦載的飛機 不管是哪一型的 都有八九百公里的作戰半徑 所以他到這邊離台灣兩百公里 向外再擴充一千公里的巨子範圍 就增大了一個阻止外力干預的一個象征 所以如果常常看戰士 主導韓戰裡面 解放軍用了很多手段 他有兩個 一個說我要打台灣的時候 拒止日本或者是美國的增援部隊 第二個呢 他可以用打點是假的 這個簽滅援軍也是一個可能 這個有什麼可能 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譬如說你美國日本一天到晚 台灣有事就他有事 你要派航母來是不是 他把你第一波給你幹掉了以後 你還有什麼顏面說 我對東北亞 東南亞有保護的能力 了解 所以他可能後面也不打台灣 他做到這一步 也可以達成他的戰略目標 所以很多人去揣測 什麼這邊打那邊打 其實學軍事人都知道 你的裝備夠 你的武器裝備夠 兵力夠 就好像廚房裡面什麼菜色都有 我可以炒 山珍海味 雞鴨魚肉 我都可以炒出一兩百種菜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去猜它怎麼打 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呢 這個菜是擺這邊要看得懂 對 所以這個尼米茲在看到他來了呢 也就避免擦槍走火 我們也不要講他溜了 對 你想兩個都帶了有危險武器 對啦 是 反艦飛彈 反艦飛彈 飛機什麼都有 現在還不到真的中美要爆發決戰的時候 當然是避開 對啊 所以 我常常看報紙講 哎呀 我們廣播驅離 也真的不是被你真的趕走 就是大家避免真的超鄉著火 這個東西軍事行動跟媒體 跟這個意志形態不一樣的 這個誇大的說法 我是不太認同 是 看這個東西就是說 看這次軍演要看出三樣東西來 第一個大家就說 哎呀來了九十幾架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編主 第三天 其實我講 真正你看世界上所有戰士 隨便哪個戰爭 出動幾百架 甚至幾千架的都有 德蘇戰爭的時候 一次動員一次飛過來 就是一兩千架 所以九十幾架不算什麼東西 那九十幾架帶著什麼含義呢 因為它飛機編組 那麼大一個編隊 那就代表它是軍種的 空軍的協同作戰 跟空軍跟海軍的聯合作戰 它已經演出了一個模式 對 這個模式 就是變成我們講一個pattern 那這個模式大家熟練以後 將來根據我的戰略目標的大小 對 我九十架可能變成一百八十架 對不對 就成倍 對 如果說對打中砂這種 它可能是幾架 就沒有可能 但是它一定是聯合的 那這個就代表中國大陸的這個 戰力是提升的 這是我們學軍事的人 感覺到有點憂慮的事情 第二個 各位觀眾可能只看到架 我跟你講作戰的是比架次 什麼叫架次呢 我出去打完回來加油掛戰 再去打第二次 對 你像以前的戰史裡面最有名的 你看中途島不是只有一兩次 那個珍珠港也是一兩次的起降 但是以色列在中東戰場上 以色列人了不起 同樣一架飛機一天起四次 那現在就是說這九十架我的看法就是 它第一波的這個編組大概這樣 以中國大陸85個航空裡 帶他們幾千架飛機 它可以組一波二波三波 那連續的來 這一波去了第二波又到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給它的目標區戰場 保持很大飽和的壓制能力 攻擊能力 那我們以前打仗就是說 衝鋒號吹起來那二十分鐘是很激烈了 對不對 你衝鋒不可能維持一個鐘頭 那有戰場有停歇的狀況 但是像這現代戰爭這種搞法 只要飛機夠的話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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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沒有停歇 沒有停 它不會讓你停 它既然要獲取最大的戰果 不能說打打停停 打打停停是只有什麼 地面作戰長期因為補擊線長 但要缺耗 所以它要停下來要 就有點像俄烏 俄烏就是這樣子 俄烏就是這樣 俄烏就是這樣 但是台灣不是這樣子 因為空中打擊跟地面打擊不一樣 空中打擊它的補擊線都在基地裡面 下去加油官方就起來了 了不起被你防空飛彈打掉幾架 它還有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它的戰力提升了 而且空中作戰的這個雛形已經完成了 它以後 所以你可以 我們觀眾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前年的這個軍員 或者是這個老台 架數不多 對 從七架八架到十幾架 二十幾架了不起了 那我們跟觀眾講 你只要不同的機種在一起 打仗的方法就比較複雜了 電戰機 自空機 這個戰轟機 它都有各有任務 如何把這個任務協調到最好 發揮最大的戰力 是指揮的管制的藝術跟通信的能力 跟飛行員的大家的默契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練兵呢 練兵的目的就是練 上面對下面 下面對有兵 有軍 有軍對海上 大家一個聯合作戰 這就是很複雜的 中國大陸很清楚 你要比航空母艦跟空軍作戰 那美國的確是比你資格要老了 從二十大戰打到現在沒有停過 它到現在都還在打 對 到現在還在打 而且它的裝備精密度比你高 對 所以飛行員比你更資深 都是有一兩千小時的飛行技術 再加上它的戰管 它的干擾電戰都比中共強 所以中國大陸非要自己勤家練習 才能在自己家門口 佔到一個優勢 這個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講到 2050年 中國大陸才變成全部現代化 可以一針長短的實力 那現在當然它突飛猛進了 我們不要說怎麼樣 它奪台灣的能力是有的 它現在唯一要做這個演習 它就要向山東劍擺這邊 對 那就是說它對日本或者對 美國 美國來增援的部隊 它一定有組員 所以很早以前 它就策劃了一個 Deny 這個 區域主持 反介入 反介入的這個戰略思考 對 所以它在發展東風飛彈 是 搞055大區 搞052大區 帶的 也是 英機21 對 英機21是空中的 對 海上有反艦飛彈 所以在這個地區裡面 中國大陸現在 無疑已經拿到優勢 對 所以我們看這個 不是看90架的問題 我們是看 它有能力發動幾波 OK 那它的重點是什麼 是 而且它戰略目標是什麼 打東沙用不了這麼多 對 打澎湖也許 打台灣北部地區 那可能 這90架頂多是一波次而已 對的確 那91架次 那儘管看起來 台灣很驚人 但將軍說的驚人的是 它會一波又一波 讓台灣可能沒有 喘息 喘息的空間 會飽和續攻擊 然後美國跟日本 真的可以持緣嗎 剛剛山東艦 就擺在這個地方了 它還有作戰半徑 跟上面的艦載機了 的確是如此來看到 大陸國防大學的副教授 張馳老師說 山東號航母 擺出第一 提出了 跑出了第一島鏈 進行的部署 會組成變成 外組內封 組決外面 內部的封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態勢 然後這次很多架次 4月8號71 4月10號的是91架次 然後4月9號來到70架次 所以total三天加起來 是232架次 但將軍說 這個架次都只是 第一波攻擊 但是會有第二波 第三波的這樣狀況 然後來看到就是 山東號其實這次引發關注的就是 它怎麼樣 其實還有跟殲-15進行合作 殲-15艦載機 就被發現說多次的起降 因此來看到是說 彈江大學戰略教授 林穎佑就說 大陸已經驗證了 也許也不用飛彈 就能封鎖台灣 因為它已經到東部地區 然後還有殲-15 對台灣的東部戰力 也造成嚴重的威脅 殲-15的空中的 夜間加油訓練 作戰能力已經突破了 而且來看到 它已經現在空中 可以夜間跟晚間跟白天 都能夠作戰的話 其實對於台灣或美國 都會有嚇阻的效用 另外再來看到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就說到剛剛將軍特別說了 兩國的航母 都出現在台灣的西太這個地方 當然要避免擦槍走火 那這個航機圖就有意思了 4月7號的時候 美國尼米茲在這邊 4月8號跑到這邊 然後中國大陸4月7號在這邊 4月8號在這邊 這是兩軍距離最近的 只有200海裡的地方 然後接著4月8號 他往這邊走 4月9號山東艦帶這個地方了 然後山東艦在4月9號的時候 還進行了殲-15的相關的起降 然後這個時候 美國你看4月8號最近 然後接著就一路的往北走了 我想問一下 將軍你怎麼看 這個東西就是我講的這個 他前面來就是看你山東艦出來 他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也展示我能在這邊 但是如果距離太近 大家不要以為 一兩百海裡很遠 在大家的攻擊武器來講 都是很近 幾分鐘就到了 幾分鐘到了 飛機過去也是幾分鐘就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 既然中國跟美國都沒有正式撕破臉 要打仗的話 那當然是避開 避開 但是山東艦到這邊 除了他的航母來以外 他帶了海巡的船子來 所以才有你講的那個封字 海巡艦幹什麼 各位記不記得當年古巴危機的時候 美國就用軍艦檢查你蘇聯來的所有商船 將來這個封它是困台的時候 它就是我不用解放軍的正式軍艦 我只認為你這個船上有毒品 或者船上有這個美式的彈藥 我要檢查 我要沒收 他又不跟你打仗 可是我們的商船怎麼能抵抗這個呢 所以油氣船說你有危險 什麼不准你進去 糟糕了 我們一兩禮拜就沒氣了 這個就是沒有正式開仗之前 就讓你很困擾 你的油氣進不來 石油進不來 民生物質進不來 他也沒說我跟你打仗 我也不打 我也不打 我就是檢查或者是脫離 或者叫你返航 這都是一種手段 對於台灣的手段很多了 困台 老台 窮台 對不對 奪台 這四個手段看他是怎麼運用吧 所以這個就是標準的秀肌肉 第二個山東艦擺這裡還有一個任務 還有一個任務 以前我們海軍要保存戰力 都往日本海那邊去蘇婆 講得好聽是蘇婆 講得不好聽就避開 避開等到台灣有需要再回來打 以前我在國防部就跟海軍將領 發生過很多爭執 我說你去蘇婆 又被人家潛艦打一次 被人家空軍打一次 等到我們這邊都打完了 你還沒回來 你回來的時候又被打一次 又被攔一次 那個時候跟海軍很多將軍 在為這個事情爭論了 現在好了 現在把三軍艦往這裡一擺 你蘇婆到哪裡去 對 你還是會被追殺 所以我們海軍現在要努力的就是 當然現在發展潛艦 第二個 空軍要能維持有局部空優 那我海軍才有存活的餘地 如果這個東西都做不好的話 海軍就是死壓子了 所以為什麼 不是我講的 美國兵推裡面為什麼講 十九隻都輸 全部被殲滅了 我們的海軍被殲滅了 所以就變成陸上陸地的作戰 所以這個東西 每一物科一物的 你今天 三中間擺這裡就說 我看到這一點 你將來一條船就不要想離開 通通在這個領域裡面 對 他在位置他可以往北上 對 對不對 然後他空軍可以追出去 對啊 所以對我們將來的蘇柏行動 產生很大的威脅 對的確 這一次來看到 將軍說到蘇柏行動 也要講一下 這一次正知道 中國大陸這邊也有說 拿出三個罕見的壓軸科目 這是在第三天看到 第一個就是火箭軍的飽和式攻擊 火箭軍的打擊海上移動的目標 東風這些都已經很厲害 現在火箭軍也有這個殺手鐧了 好另外剛剛將軍說的 蘇柏艦船 針對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可能有敵艦 你來擔心跟他會有衝突 所以你先 你剛剛剛剛說的 跑到日本去了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是 你這個蘇柏艦船 也會把你給攔住了 也會打你 另外再來看就是山東航母 來參加演習 好 這都是被說三個殺手鐧的一個做法 對 我先跟觀眾講 火箭軍是兩樣東西 一個是飛彈 一個是火箭彈 以前不把火箭彈看的眼裡 也是因為它射程太短 精度太差 那現在在北斗跟它火箭軍的改良 那變成它的火箭彈是便宜的 OK 可以大量使用的 它距離夠長的話 對我們空軍威脅很大 對 也可以打船 也可以打基地 更可以打跑道 所以火箭軍我覺得威脅比較 因為飛彈的太貴 對的確火箭軍 這一個被說比東風還要強